每个父母都想让自己的孩子接受最好的教育,给孩子的未来做好准备,但是,孩子教育问题是一个最为心思的问题,稍微有一点差错就会影响孩子的一生,而父母对孩子情商和智商的培养,是决定孩子一生健康成长的关键。 作为父母的你,是否还在为孩子的智力不够高而发愁,是否还在为不知道如何去提高孩子的情商而担忧? 其实,只要你用对了培养孩子情商和智商的方法,所有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。 一,学会自我控制能力。 美国一位心理学家曾做过一次糖果实验,观察孩子能否克制自己吃糖的欲望而忍耐一个小时,以便获得更多的糖。 然而只有很少一部分孩子能够做到。 通常来说,能抵抗诱惑的孩子,在青少年时期的适应能力很强,较自信,人际关系较好,能积极迎接挑战等。 而缺乏控制能力的孩子,则较多表现为,与人相处困难,自卑,在压力方面容易退缩,极度的。 这一实验结果,说明了自我调节,控制情绪的根本意义。 二,培养孩子人际交往能力,有的家长很少让孩子出门,担心着担心啊,孩子看到生人就哭,就躲,长到后翼敏感,退缩。 有的小孩子自私自利,缺乏团结精神,因而也很少有朋友,长大以后你会因人际关系紧张,而影响才能够发挥。 人际交往能力往往最能体现出一个人的情商。 在人与人的沟通中,你是否能准确敏感地观察别人和理解别人,一个交往能力强的人,能够较好的处理分繁复杂的关系,自如地控制各种场面。 这种能力也正是衡量一个人社会性的指标,也是帮助个人更好实现社会生存的基本。 三,培养孩子乐观,自信的品质,孩子的成长并不是一般风水的,有成功,也可能有失败,甚至也可能有不见实际的幻想。 在遇到困难和挫折时,更需要鼓励和支持,千万不要活冷水,尽管他们的梦想对你来说是那么稀奇古怪,你很高兴的是他们拥有较强的幻想力。 幻想力正式创造的导师,一个人能否征服自己,超越自我,取得成功,起人生态度起关键作用。 积极的人生态度,虽不能确保释是成功,但消极的情绪则必败无疑。 四,让孩子多动脑,曾经连有一个小女孩因为退而无法爬上滑梯的第一级台阶,她哭着要求妈妈抱她上去。 这时,她的母亲告诉她,就坐在那儿哭,而妈妈也非常坚决地在那儿等着。 后来小女孩子看见妈妈始终不过来,就自己想了一个办法,把小推车拖到那儿,然后站上去。 生活中有些事情,只要我们稍微留意一下,总会想出许多解决问题的办法,因此要培养孩子勤于思考的习惯。 五,保护孩子的自尊心,很多家长觉得孩子还小,还不懂什么是自尊,其实孩子从三岁左右,就开始注意别人对自己行为的评价了。 孩子越小,心灵越不赦法,越容易受伤,家长不要忽视孩子的自尊心,要忽视保护孩子的自尊心,给予精心的客户。 如果家长经常觉得孩子不懂事,任意批评,指责,刺伤他的自尊心,那他就容易产生自卑,紧张,退缩,产生敌对情绪,甚至憎恨家长。 三到六是儿童情商培养的黄金时期,家长在平时生活中,一定要注重自己的言行和有意识的培养。 这个年龄段的孩子,可速性非常强,家长一定要把握好时机,平时要注意孩子的情商若效,又针对性的进行培养。 几次为家庭教育,专注青少年成长教育与实习提升,激发及开拓学生的潜能,培养良好的生活与实习习惯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文TQNU.XYC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